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这是个问题,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智者的困惑,何以解答?二,爱与恨的边缘,如何分明?三,梦与线的交错,何处是真?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智者的困惑,何以解答? 智者的困惑,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 自从人类开始思考,智者们就在各种问题上纠结,从我是谁,到宇宙的终极秘密是什么? 这些问题像是一个个顽皮的小精灵,在智者的脑海中跳来跳去,让他们既爱又恨。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智者的困惑究竟是什么? 智者的困惑,可以说是对知识的追求中遇到的各种疑问和难题。 这些困惑可能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复杂性,也可能来自于内心世界的深邃。 智者们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经常会遇到一些看似无解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像是一道道高墙挡在他们的面前。 那么,智者的困惑应该如何解答呢? 这里有几个小建议,或许能够帮助智者们找到答案。 一,保持好奇心,智者的困惑往往源于对未知的好奇。 保持好奇心,就像是给脑子加油,让思考的引擎保持运转。 二,学会接受不确定性,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是我不知道。 接受这一点,有时候反而能打开新的思路。 三,多角度思考。 当你对一个问题感到困惑时,视著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它。 有时候,答案就藏在你从未考虑过的角度之中。 四,与他人交流。 智者并不孤独,与其他人交流你的困惑,有时候会激发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五,休息一下,当你对某个问题纠结太久时,不妨放下它,去散散步,喝杯茶。 有时候,答案就在你放松的那一刻出现。 最后,让我们以一个小故事来结束这次的分享。 有一位智者,他对于光是波还是粒子这个问题感到非常困惑。 他日以继夜的研究,却始终无法找到答案。 有一天,他在花园中散步,看到了一只蝴蝶在花间飞舞。 他突然领悟到,光就像蝴蝶一样,既可以是波也可以是粒子,它的本质取决于观察者的角度。 智者笑了,他终于解开了心中的困惑。 当然,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有时候,答案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去感受。 智者的困惑终将迎刃而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爱与恨的边缘,如何分明。 啊,爱与恨。这两个情感的极端,就像是一对争吵不休的老夫妻,时而相爱如交思期,时而又想拿起锅铲虎敲。 在人类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爱与恨往往只隔了一条微妙的界线。 这界线有时候,比那些试图减肥的人对于蛋糕的抵抗力还要脆弱。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爱。 爱是一种深刻的情感连结,它能让人们为对方做出巨大的牺牲,甚至有时候连自己的理智都会被爱情给绑架。 爱情中的人们,常常会有一种美好的幻觉,认为对方是完美无瑕的,即使他们的另一半明明就像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人类进化过程中偶尔也会出现一些错误。 然后是恨。恨是一种强烈的反感和敌意,它能让人们变得盲目,甚至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 恨就像是一个人在吃了不新鲜的海鲜后的胃痛,虽然痛苦,但有时候,人们就是忍不住想再尝一次,只为了确认它是否真的那么不堪。 那么,爱与恨的边缘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就像是试图在一张湿漉漉的纸上画一条直线,你知道理论上它应该存在,但实际上却很难把它弄得笔直。 有时候,爱情中的一个小小失望或误解,就可能会让这条件现变得模糊不清,然后人们就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从爱的怀抱走向了恨的深渊。 有趣的是,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 拿罗马的马克·安东尼和埃及的克里奥佩特拉来说,他们的爱情故事是如此的轰轰烈烈,以至于他们的关系最终成为了一场政治灾难,导致了两个国家的崩溃。 他们的爱情最终变成了一场悲剧,这足以让人质疑,爱情的力量是否真的能够征服一切。 在现代社会,爱与恨的边缘同样模糊。 一对情侣可能会因为一个不惜碗的习惯或是一个忘记纪念日的失误,从而在一夜之间从热恋变成冷战。 这种情况下,爱与恨的界限就像是那些在超市里摆放的免费是吃样品,人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越过了界限,然后又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总之,爱与恨的边缘是如此的分明又模糊,就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迷宫,让人们在其中寻找出口, 却又不断地迷失方向。 但这也正是爱情的魅力所在,它让人们在这个充满未知的旅程中不断地探索,学习和成长。 所以,下次当你在爱与恨的边缘徘徊时,不妨笑一笑,因为这正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且谁知道呢,也许下一个转角,就是一片新的风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梦与线的交错,何处是真? 各位听众,学生,网友,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古老又新颖的话题,梦与线的交错,何处是真? 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困扰住哲学家,诗人,科学家,甚至是那个昨晚梦到自己在考试却忘了穿裤子的你。 首先,让我们来点幽默。你知道梦境和现实有什么共同点吗? 它们都能让你在早上醒来时感到困惑,尤其是当你梦到自己在热带海滩上享受日光雨,然后醒来发现自己只是在沙发上被猫占据了半个位置。 但说正经的,梦境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一直是个迷人的话题。 在古代,人们常常认为梦境是神域的一种方式,是超自然力量与人类沟通的桥梁。 而在现代,心理学家则可能会告诉你,梦是潜意识的产物,是我们内心深处欲望和恐惧的反应。 那么,何处是真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你的Facebook关系状态还要复杂。 现实是我们可以共同体验和验证的,它是客观存在的。 而梦境则是主观的,是个人的心灵剧场,每个人都是自己梦境的编剧、导演和主演。 但有趣的是,有时候梦境会预见未来,或者启发我们创造出现时钟的伟大发明。 比如说,门德烈夫就是在梦中看到了元素周期表的,而爱因斯坦则声称他的相对论的灵感来自于一个梦。 所以,当梦与现交错时,真实可能就不再是单一的状态,而是一个流动的多层次的体验。 我们的大脑是如此的神奇,它能在夜间的几个小时内创造出比Netflix上所有影集还要精彩的剧情。 结论是,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它们都是我们人类经验的一部分。 它们交织在一起,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所以,下次当你在梦中飞翔或是在现实中奋斗时,记得,这些都是你存在的证明,而你的意识是穿梭在这两个世界的最佳导游。 现在,请大家打开书本,我们来研究一下弗洛伊德是如何解释梦境中的那些奇怪的象征吧。 不过在此之前,请确保你穿好裤子,毕竟我们还是在现实世界里。 最后,我想向观众们提问,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智者的困惑,你是如何解答的? 在爱与恨的边缘,你如何分辨? 对于梦与线的交错,你又是如何辨别真实?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分享你们的观点和经验。 记住,智者的困惑,爱与恨的边缘,梦与线的交错,都是人类智慧的一部分。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世界的奥秘,享受智者的困惑带来的乐趣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